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444页 好 那我们谈天然资源的时候呢 跟我们前面谈的折旧性资产是一样的 所以天然资源叫做折号性资产 Depression Assess 然后呢 折号性资产 其实跟我们的折旧性资产非常相似 它的会计处理一样分成四个阶段 好 第二个阶段当然就是取得这个资产的时候的入账 那一样它的入账成本就涉及两个 第一个 科目 你用什么科目入账 第二个 你的成本怎么决定 跟我们折旧性资产完全一样 好 第一个 当然你根据你取得什么样的资源 你用什么样的名称 会计科目入账 你取的是铁矿 煤矿 最近那个原物料很惨 铁矿 大陆的生产过剩之下全球铁矿都很差 好 所以中刚的人呢就 哎 糙云产物 好 那不管 基本上你取得什么样的资源 用什么科目入账 第二个 成本 成本的决定跟我们的折旧性资产非常相似 到达可供使用状态之下的一切合理支出 好 那但是这里呢 我要谈一件事情 好 大家如果有注意到其实古山 如果你走古山路的话呢 你会有看到我们有很多的水泥场 那水泥场呢 其实当时候呢 会在半平山 那时候我们那个水泥场上面那座山 应该叫做半平山 那座山呢 你可以发现那个山呢 长得就是有绿的 有土黄色的 那因为呢 这个水泥场建在那边 它就是什么 原料取得容易啊 因为你可能要 水泥场要取得石灰 或提炼出来的话 那边的原料是比较容易取得的 那那个山呢 因为被挖了以后呢 就长得很丑 山基本上应该是翠绿嘛 苍绿的 好 结果呢 它就变成是 有黄土一片这样子 所以当它的开采权力结束之后呢 它会有什么 要有复原啊 也就是说 你要把它的直批回去 也就是说这座山 你把它 这个挖了以后 它变成是黄土一片 那你就必须什么 把它恢复它原来的 这个树木的那个种植 所以我们有所谓的复原成本 所以我的天然资源 跟我们的折旧性资产 最大的 成本的认定最大的不同 是在于 当这个资源结束之后 我这个天然资源的开采结束之后 我的复原成本 也要算进来 是我的取得成本之一 所以它比较特别 成本原则是指到达可供使用状态之下的 一切合理支出 但是在天然资源 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还要包含一个 还没有发生的 目前还没有发生 但是未来会发生的 叫做复原成本 你要算在你的原始成本里面 你说复原成本 成本决定很重要 因为会影响我后面的 折号费用的计算 因为我要决定成本 我刚刚是不是讲说 我的折号性资产跟折助性资产很像 一样有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取得的时候的入账问题 第二个阶段 取得这个资产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三个阶段 期末要做的事情 第四个阶段 开采结束之后 或者是预期要开采的时间还没有到 我就把它结束掉 我就不做了 而我的处分成本 处分的会计记录 会计处理 一样有这四个阶段 所以第一个阶段的成本 是所有的开始 因为成本决定之后 我的折号费用怎么算 就会就有这个问题出来了 然后折号费用的计算 但会影响我后面的处分 因为我的处分一样 处分当时候收到的现金 跟我处分当时候 折号性资产的上面金额来做比较 决定我的处分成本 处分损益 所以我说折号性资产 跟折旧性资产相似度高达99% 好 唯一的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是 在折号性资产的成本认定 我们也会强调一个恢复成本 或叫做复原成本 也要算在我的原始取得成本之一 所以只是呢 复原成本发生了吗 我在发生取得这个资产的时候 这个复原成本发生了吗 还没有 所以我要估计 好我要估计 当我开采结束之后 我要复原它要发生多少成本 那记得如果我估计是30 不要30年那么长 叫做10年之后我开采完了 我的复原成本可能会发生100万 那你要去推算 10年之后的100万 值限在多少 所以你要算折限到你的成本 现在的成本 所以现在的成本 所以用限值来算 所以这是折号性资产 比较特别的地方 好 所以第一个成本的决定 跟我们讲折旧性的成本决定是 相似度很高 只有一个地方 折号性资产 我们可能会特别强调的是 它的复原成本 好 那第二个 只有这个折号性资产当中 会发生什么事情 大部分不会有什么问题 好 它比较不会像折旧性资产 你要什么 做维修 什么大这个 这个资本支出 收益支出 基本上比较不会有 所谓的资本支出 好 那也不太会有收益支出 天然资源 说难听一点 天然资源就是天生下来 就这样子啊 你不能做什么 你不能做什么 但是你说我天然资源 你可以说随便就取得吗 但不可能 你可能会为了要这个挖掘啦 或者是要去开采这个天然资源 你会做一些投资 比如硬有形设备的投资 这个就回到我们的折旧性资产 好 也就是说假设我在海上呢 发现有一块油田 好 然后呢 这油田 它自己会跑 油会跑上来 不会啊 你一定要架设 它的什么专井设施 什么专井平台啦 然后又打什么 反正很多它的设备也很多 那这个有形的设备就跟天然资源是不能放在一起的 因为它是分开的 因为它是什么 有形的设备 它就回到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有折旧性资产 好 所以我们是单独单独讲说 这个开采的这个部分 就是这个天然资源 好 那天然资源呢 其实在我们谈它的会计处理的时候 比如说我去探勘 假设我发现了这个 最近大家不在讲什么 为什么大家在去抢什么 是太平岛吗 还是抢什么 反正为什么大家在主张太平岛是谁的 好不管是谁的啦 我说为什么会去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大家有人 就是有这个地质学家吧之类的 蛮久以前就发现太平岛附近可能 有丰富的油田 好 那所以呢 既然有丰富的油田的话呢 大概就是大家都 你要取得它的 呃 这个所有权 这个太平岛的海域 可能什么 200海里的所有权 就是属于这个太平岛的 看是谁的 所以它就有什么 去开采它的权利啦 好 那我们说呢 这么大的油田 你总是要找到一个 值得你去开采的地方啊 所以你可能会打好几个探勘的地方 假设呢 我去探勘的十个点 好 那还很大嘛 十个点 那探勘出来的结果就一个 探勘的点呢 它有丰富的油田 也就是说 因为我说呢 因为你要做开采的时候 你要投入很多的固定设备 你要有个什么专 专游平台啦 要很多的设施在里面啊 那这些的设施 你不可能十个点都去摆啊 因为那个很花钱啊 所以你一定要放一个 这个地方呢 运藏量是够多的 而且呢 你的开采也比较不用花太多成本的 它具有商业价值 好 所以十个点里面 我们最后探勘的结果就一个点 是值得 我去把它架着这个平台 然后开始好好的 投入我的设备去开采的 那其他九个点 你探勘都要有成本 都要有发生支出啊 所以如果其他的九个点 因为它都没有什么 既然没有开采的价值的话 它就不应该是一个资产 好 所以呢 对于这个成本 我的开采的成本 能不能把它认列为资产 我们的会计处理方式有两种说法 好 两种的这个主张 一种呢 就刚刚我刚讲的 十个开采的 十个探勘的结果就一个点 值得开采 那剩下九个点 所发生的探勘支出 我就把它当作费用 因为整个 就是探勘的结果 这九个点都不成功嘛 没有开采的意义 没有开采的价值 我们这个会计处理方式叫做探勘成功法 好 所以九个点 所发生的支出 全部是当作当期的费用 那当然这样子呢 对于一些 这个石油公司来讲 这是应该是之前 这个美国的国会里头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发生过 那那时候呢 本来是旧筷子的立场 怎么样认定下你的资产 未来要有经济价值 会提供经济资源的 既然九个探勘的点的支出 未来不能提供任何经济资源的 没有任何经济价值存在的话 我们是把它当作费用 不能认定为资产 合理吧 好 但是这样的结果呢 会让这些开采 这个探勘的这个支出 在当年度暴增很多 对公司的损益结果 会造成很难看 所以后来呢 这个 当然 这个 政治就是这样嘛 国会一定有一些财团 在支持他们 所以这些财团就是 去游说这些这个 国会议员 然后呢 就改变了 就是不是改变 就 建议了 另外一个会计处理方式 就是全部成本法 所有探勘的支出 全部都认定为成本 全部认定为你的资产 所以这个叫做全部成本法 所以我们的探勘的支出 有两种的判断方式 一个成功了 我才可以叫做天然资源 这个资产 另外一个 不管有没有成功 所有这个投入的探勘的支出 全部都当作你的天然资源的成本 所以这有两个 一个叫做全部成本法 一个是探勘成功法 好 那当然我说了 你决定为资产 它就不会是个费用 好 那只是你把这个资产呢 现在认列为资产 那你未来会什么 贪销嘛 所以未来你是把费用什么 分比较多年去认列而已 好 所以这是两种成本认列的方式 好 所以这是有关于天然资源的问题 然后我说持有的当中比较 没有什么 什么收益支出 资本支出的发生 那第三个就是期末要做的事情 期末要做的事情 跟折旧性资产很像 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 也要做它的所谓的 折旧成本分摊 折耗费用的提列 好 期末要做的事情 跟折旧性资产很像 第一个叫做成本分摊 只是折旧 折耗性资产 我们认列的叫折耗费用 好 那折耗费用呢 一样 计算的时候 需要三个数字加一个方法 那三个数字 第一个原始成本 你认列的成本很重要 我刚刚是不是讲 你认列的成本的金额会影响你后续 好 那第二个 就是你的 你估计它有多少的运藏量 好 运藏量有多少 第三个 你开采完了之后 有没有残值 所以它一样要这三个数字 加一个方法 好 这三个数字跟折旧性资产很像 成本 耐用年限 估计残值 然后第二号性资产一样 它只是不见得是耐用年限 它是指你的 运藏量有多少 好 然后去算出来每一个 运藏量的 折耗性资产有多少 那我的方法 基本上 我们的 折耗性资产的 这个折耗费用的计算 课本上只讲一个方法 叫做成本分摊法 就有点像我们的 折旧性资产的 生产数量法 unit of activity 跟我们现在谈的很像 好 在我们折耗性资产的 费用的 折耗费用的计算 它只有两个方法 出话里面是提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我们叫做成本折耗法 它的计算方式 就跟折旧性资产的 生产数量法很像 也就是说我所发生的成本 减掉我估计的残值 去除我的 运藏量 所以得到我每一个 单位的运藏量 要分摊多少的 折耗费用 就跟我们的 生产数量法很像 好 另外一个方法 到了中块才会教你的 叫做法定折耗法 法定是指税法规定 税法会根据不同的 天然资源给一个税率 好 然后呢 再去根据这个税率 某些的条件之下去算出来 你要承认的折耗费用 所以中块里头 会另外再提 叫做法定折耗法的计算 那我们这里只讲一个 叫做成本折耗法 它的算法就跟 我们的生产数量法很像 好 然后第四个阶段呢 就处分啊 好 它的处分就跟我们前面讲的 处分一样 处分当时的账面金额 跟我处分拿回来的现金做比较 来决定我的处分损益 这就是折耗费用的计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课本上写在哪里 在444页第一个 好 好 它说呢 开始讲的是我的 可开采的 nature resources 就是我的天然资源 那天然资源呢 一样 它呢 比如包括了什么 森林啊 或者是 什么铁矿油矿之类的 都算是天然资源 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呢 它的取得的成本 好 请你看一下呢 在我们的 444页的这一段 天然资源的第二段开始 IFRS呢 就是国际会计准则呢 去定义 我的 这个 取得的 这个 呃 这些企业呢 取得的成本 呃 指什么呢 指的是 我发现啊 或者是我呢 能够去开采这个 removing 就是我去挖掘出来 这个天然资源 好 那这个 都算是我的天然资源的 这个项目 或者是我的 所谈的范围 好 那 接下来看一下呢 它的 第三段就是讲 它的呢 期末有关于 就是 我的天然资源的成本 分摊 也要是什么 要合理有系统的 好 那根据它的什么 天然资源的 useful life 天然资源哪有什么 可 耐用年限 好 所以它是指天然资源的 蕴藏量 好 它的指的是它的蕴藏量 好 估计它有多少的 开采的数量 所以呢 它的折旧的方法 一般呢 我们用的是什么 units of activity measure 就是什么 生产数量法 就我们折旧性资产的时候 讲的生产数量法 我们这边叫做成本分摊法 方式是一样的 好 那这是去计算它的折耗费用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它的 我们的计算方式在445页 全部的成本减掉我的残值去除 估计全部的运藏量 可供开采的运藏量 得到每一个单位的折耗费用 或折耗成本 好 所以它说假设 这个Ello公司呢 它呢 Gucci 好 这个它全部的运藏量 这个天然资源呢 呃 有十 一千 一千万吨 好 一千万吨的煤矿 然后呢 它开取的这个成本的是 港币的五千万 好 那没有财值 就是说 一千万吨的煤 开采完了之后 没有任何的价值 好 所以呢 它的每一吨的成本 就五块钱 好 那第一年 假设今年度开采了 二十五万吨 好 那我这二十五万吨 乘上五块钱 得到 我的 折耗费用 就一百二十五万 好 那当然 月煤矿 你可以发现 看一下 四百四十五页 你是借 折 这个分路 它是借 Inventory 它不是借 depression 不是借折耗费用 因为折耗费用 也算是什么 你开采这个煤矿的成本 所以depression 算是你的什么 开采煤矿所投入的成本 就是你的生产成本 所以它为什么不是直接 借depression 它可以 它应该可以这样做 第一个一开始我先借 depression expense 然后待累计折耗 那我再把depression呢 分摊到 转到我的存货里面 我的煤矿存货里面 这是我煤矿的开采的成本之一 所以为什么课本上面呢 是直接借Inventory 因为它少 就是省掉 反正这个折旧费用也是 这个存 我们说存货 存货的成本怎么认定 到达可供使用状态之下 到达可供销售之下的一切合理支出 那煤矿在地底下 你能够跟买方说 你自己去地底下挖吧 这块地是我的 你去挖吧 当然不会是这样嘛 你一定要把它开采出来之后 才能够卖嘛 好 才能够卖给人家 所以你开你的煤矿的成本 就包括了你可以开采 取得开采的权利 然后你把它开采出来 所有的相关的支出 都算是这个存货 煤矿的存货 所以这边为什么直接借 借存货的原因 好 因为存货 如果你先借折号费用 一样要把它转到存货里面 因为它是算存货的 到达可供销售状态之下的一切合理支出 好 这是445页所讲的折号费用 好 那它的处分啊 就跟我们的折旧性资产是一样的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 好 那我们后面找一个例子好了 好 让大家动手做一下好了 好 好像不滑手去就开始想睡觉耶 我们是不是来点刺激一点 请大家把这个 课本合起来马上做一个题目吗 这样会比较刺激一点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Exercise9-14 465页 好 465页的Exercise9-14 就刚刚的 Nature Resources的例子 好 好 他说呢 2017年的7月1号 这个T这家公司呢 投资了CHF呢 73万6千 好 好的 这个 去取得一个矿 好 取得一个矿产 那估计呢 会有80万吨 好 那再什么 这个原油 好 那这个基本上呢 是还没有 还没有被开采 好 然后呢 在最后 2017年的 这个后面的6个月呢 有开采出 12万4千吨 好 请你第一个 来做他的Depression 做A 好 好 第一个呢 我们看一下呢 它的成本是73万6千 好 然后呢 它没有告诉我 开采完之后它有剩余的价值有多少 所以我们大概讲说它是零 73万6千去除 所以乘上0.92 好 所以得到呢 11万4千080 好 11万4千080 0.92乘12400 所以是114080 好 这是第一A小题要你做的 那B小题呢 它说假设 好 这个12万4千顿呢 好 开采之后呢 只有9万顿被卖掉 那剩下来的有3万4千顿还没有卖 那这3万4千顿要报导的话呢 它会怎么样去报导 它这个成本会 会算在哪里 算在存货里面 好 因为我们一开始如果 我直接借记存货的话 当然就算在存货里面 如果我卖掉 我是借消货成本带存货 如果我把它卖掉 好 所以它说 这34万4千顿还没有卖掉 它就算什么 算在我们的存货里面 放在资产负债表的存货里面 好 卖掉的 这个折号费用算是 销获成本之一 好 这是exercise94给我们的例子 好 这是有关于天然资源 所以比较单纯 好 比较简单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先谈一点点 什么叫无形资产 就是休息5分钟 好 什么叫做无形资产 我们刚刚讲 第九章包含了三类资产 折旧性资产 折号性资产 还有无形资产 折旧性资产 折号性资产 资产都算是有形资产 有形是因为你看得到 或者是看不到 你闻得到 天然气你看不到吧 但是你闻得到味道 好 第三种无形资产呢 它是看不到 摸不着 好 也闻不到 但是它是资产 为什么 因为它能够提供经济效益 好 我们就叫做 intangible assets 无形资产 所以它看不到 摸不到也闻不到 但是它有这个价值 有经济价值 那绝大部分就是什么权力嘛 好 开学一开始 学校呢 学校呢 要我们建制什么课纲的时候 它就会讲 请我们要提醒同学 尊重智慧财产权 这个权你看得到吗 看不到 好 但是它们的价值有啊 因为你要尊重这个智慧财产权 所以你不能任意的隐意 你必须花钱去买书 好 如果你这个违反了 被逮到了 你就要被拔 好 这个罪 它有没有价值 有啊 好 所以呢 这叫无形资产 好 那无形资产 一样 我们要决定 我们要做会计处理的时候 一样有三个阶段 四个阶段 跟折旧性资产一样 一开始 我的成本的认定 好 我的科目 取得这个的 发生这个交易的时候 我用什么科目入账 我的成本 我用入账金额是多少 第二个 这个资产取得当中 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三个 期末要做的事情 第四个 这个 这个无形资产 如果我要提前把它处分掉 我怎么做 所以它的相似度 跟我的折旧性资产 也非常的像 只是在两天 无形资产的时候 我们要去区分一下 无形资产 有可以分成 什么样子的无形资产 分类 先分类 分类以后 我们才会去谈 它的科目 分类跟会计科目是两回事 因为我们把它分类之后 我们才知道 后续的会计处理怎么做 好 这是为什么要 先分类